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出生车座后的女生便是无数人的童年噩梦 鬼后王小凤 香港电影人有迷信的习惯 在开拍电影前都会消香祭祖 逃败各路神仙 僵尸先生在拍摄期间的120天内 虽然没有出现怪事 但以后的情况却急转直下 三人一年早逝 两人身现丑闻 作为女主的王小凤也未曾逃脱厄运 成名后的抑郁癫狂 婚后的精神失常 欲杀丈夫 戏里戏外都令人不寒而栗 王小凤从出生开始就和鬼妹难舍难分 香港有一个叫吊井岭的地方 是香港十大恐怖地区之一 1908年一名叫伦尼的加拿大人 在当地制板面粉厂 结果生意失败 投资亏空 忍受不了打击 在场门口上吊而死 也正是因此得名为吊井岭 成为凶煞之地 人人闻风丧胆 无人居住 1949年国民党战败 退守台湾 而到不了台湾的国军 就纷纷跑到了香港 当地政府将吊井岭 改名为吊井岭 将他们安置于此 久而久之就成了 见仁皆知的难民区 凋敝破败 哀嚎遍野 70年代该地还被影视创作者 多次搬上荧幕 题材军事凶杀携碎相关 可见其影响力 1962年 王小凤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地区 人穷规矩多 生在兄弟也就罢了 王小复的父母 偏偏还极度重男轻女 从小就被爸爸和哥哥打骂 整个童年全是阴影 这个阴影有多可怕呢 在六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尝试着自杀 他曾上吊吃药找毒蛇 但是一次次的失败 都让他越发痛苦 直到13岁 王小凤学会了还手 来对抗哥哥对他的打骂 但这在父亲眼里 无异于造反 直接把他赶出了家门 王小凤以为 是因为自己不能赚钱 才被这般对待 于是他就去努力打工 当他拿着辛苦 赠来的500块钱 满心欢喜地交给爸爸 想要得到一句夸赞 结果得到的是不正经的东西 这个结果 简直打破了他最后的希望 从那一天开始 王小凤就变了 他开始进出夜店 并且热衷于打架 甚至被指控打死了人 后来被判无罪释放了 他还吸毒任何药物都吃 完全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 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当服务员的男友 他那时投入了自己所有的感情 甚至想到了结婚 可惜这男友也只是个骗光他钱就消失的骗子 幸好他又遇到了一帮姐妹 对他特别好 借钱给他还邀他同住 在他们的身上 王小凤感受到从小都没有得到过的爱 这让他愿意为了这些姐妹们付出一切 可是每天流连夜场还酗酒嗑药的他们 一个个都死在了王小凤的面前 目睹这一切惨壮的王小凤 这时候才突然有所醒悟 那时他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知道自己在黑暗里 可是不知道阳光在哪里 1983年 21岁的王小凤因为独特的气质 意外被星探发现 加入了亚氏当议员 主持电影一周等节目 1984年 王小凤就被看中出演了自己的首部电影 《猛鬼抽龙2》 厌鬼发狂 为了抓紧这次难得的机会 导演的要求他都一一满足 猫阔让他拖 大胆的表演风格让他被耳东生看中 在《错点鸳鸯》中担当了女主角 这部电影不仅让王小凤红了起来 还让他拿到了第五届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24岁就能获封引后 演技自然不俗 同年其出演的《平安夜》 还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 但他最出名的还是在林正英的《僵尸先生》中 饰演的女鬼小玉 他也因此得到了鬼后的封号 84年入行 85年爆火 86年拿到金像影后 王小凤的演艺道路可谓是一飞冲天 自此之后 王小凤成功进阶一线队列 与林青霞王祖贤李美凤 合称湘江四大美女 与前三者不同的是 王小凤作风大胆 拿到奖后不仅没把自己视为静丸 反而大放福利 拍了一组全裸写真 这可谓借了全湘江的赤男院女 超高的人气 豪凤的作派 再加上王小凤天生忧怨的大眼睛 和浅笑寒愁的深情 让他接下来的戏约 基本上都是一些风月恐怖凶杀烈的电影 而陆续接演鬼新娘 金魂记 僵尸家族后 也让王小凤被业界封号鬼后 与B级篇深深挂钩 事业亦飞冲天 从演员类型来看 王小凤的形象 是没有任何撞车的女演员争资源 新途不可谓不坦荡 可比起事业 私线里的王小凤却同样遭受 赤妹王良的围剿 因为常年竞赢在各类恐怖阴沉的角色 或是苦大仇深 或是生离死别 均在王小凤心智的天平上 肆意践踏 再加上常年拍夜景 咒服夜出 王小凤开始卫光 这让角色走进了现实 王小凤的性格被严重影响 混合了现实与角色的界限 他又开始彻夜酗酒 纵情祥乐 而早年不良嗜好也导致身体出现异样 理智一点点被挖空 最厉害的时候 甚至七天七夜不休息 有段时间 王小凤连正常走路都做不到 一动起来就感觉自己像鬼 好像被鬼附身一样 清晨来临的时候就想杀死自己 就这样 禁祖当鬼 除祖逗妹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王小凤几乎是在用本色演出各路恐怖角色 后来母亲的离世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王小凤的精神彻底崩溃 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狂躁型抑郁症 时而情绪低落求死 时而狂躁暴怒不受控制 激进崩溃的边缘 谁能想到 萤幕前撕心裂肺的鬼后 卸下面具后 仍是一副备受折磨的面孔 心里心外 王小凤都在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理死憋 此刻 命运之神 见两次出手 仍无际于事 终于放了大招 派了一位天使 丈夫徐立信 1986年 在第五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主持人于征问王小凤 对另一半的要求 他言简意该 先打赢我再说吧 这句话有几分玩笑 也有几分心酸 港媒形容王小凤的情史 用的词多半都是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未成名时 做舞女的王小凤 曾与一位混混相恋 比起一直想占他便宜的混混 他会安慰王小凤 也会在王小凤 放浪行骸的时候 劝他一把 可当王小凤认定 他就是如意郎君时 他却骗了王小凤 几个月的工资 从此音讯全无 成名后 也有一段恋情 两人爱得难舍难分 在拍摄《惊魂记》时 当着林青霞 王祖贤的面 能包四五个小时的电话周 各种甜腻之词 不绝于耳 令两位大美人 鲜艳不已 可这段感情 仍没有善终 最后还是因性格不合 分手了 角色的困扰 爱情的坎坷 童年的伤疤 这些伤痛 无时无刻都在侵蚀着 王小凤的理智 将其一把把 推向深渊 直到许立信的到来 彼时的许立信 还是个电脑公司的小老板 正处清平之末 尚未显达 二人在一个高档酒会上相识 许立信本是借着 认识大老板的想法参加 没曾想 却邂逅了躲在角落的美人 王小凤 二人相知相恋 很快就在1991年大婚 婚礼明信片上 王小凤戴上全套 将许立信制服的喜剧画面 与金像奖台上的发言 相应成趣 虽然王小凤在荧幕前 多饰演女鬼 但许立信对此 全然不信邪 两人成婚后 王小凤淡出演艺圈 许立信的事业 反而争争日上 在美国混得有声有色 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做到了市场份额 第二的成绩 婚后二人 育有一子一女 丈夫事业有成 家中儿女成双 按理说 王小凤已经修得圆满 但很快 那个梦魇又来了 结婚后 王小凤的病情 并没有得到好转 反而变本加厉 更加疯狂 她极度厌世 极度易怒 甚至早起刷牙 都要做很强的心理斗争 许立信为了保护王小凤 特意将家中墙壁 都装上海绵垫 整个家像精神病院一样 即便如此 王小凤依然把自己自残到手骨骨折 在这期间 她试过自杀 试过杀老公 还因为不愿连累许立信想离婚 但在老公的帮助与理解下 全都未果 2003年 许立信为了治疗她的妻子 直接卖掉了她打拼了十几年才发展壮大的公司 不仅如此 她还做了一件轰动了国内外商界的事 许立信把公司卖掉的钱拿了一半出来 也就是8亿人民币 全部分给了140名员工 哪怕是货仓工人都不例外 据传她手下的员工们都哭着到她家排队进行感谢 丈夫的善举似是对妻子最大的功德 在此之后 王小凤终于击退了童年的梦魇 步入不惑之年后也变得温和豁达 走出了折磨她半生的魔障 2006年的时候有有人邀请她回香港一趟 而恰好她父亲当时也因中风危在旦夕 这时候的王小凤想到了去世的母亲 她不愿再留遗憾 选择飞回香港 并且找到父亲进行和解 大病一场后的父亲也可能是想通了什么 选择接受了她 自此之后 王小凤慢慢变得平和下来 不再像之前那么易怒 她看书信教 找寻自己生存的意义 也给自己找到一个信仰 终于她说自己体会到了真正的爱是什么 她变得平和 朋友们都说她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2011年 49岁的王小凤 在曾志伟的盛情邀约下 拍摄喜剧电影《无敌福禄兽》 这是她晨期八年后的首度回眸 一代鬼后付出的消息 一时风靡全港 当记者问道王小凤日后的计划时 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有适合的我都会拍 只要不是沮丧题材及鬼片 到了50岁 她终于学会了拒绝 勇敢将邪魔外岁退出身外 对自暴自弃的过往说不 后来她还主动投身公益活动 助养了100多名贫困儿童 积极参加关爱抑郁状患者的心情活动 与许立信成为香港人人数大拇指的抗力眷侣 千般过境60年的人生如白居过细 王小凤经历了半生半死的童年 四人四鬼的青年 终于在中年抓住一缕阳光 在丈夫许立信的陪伴下 拥抱属于自己的人生 公益活动上 接着又问到王小凤如今的人生感悟 王小凤抱以浅笑 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开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